今天我买了一把菜苔 家人们深的想到大夏天 也能买到菜苔呢 那那看着也还可以 还比较新鲜哈 听说是云南产的 这是湖北人在云南种菜吧 虽然我知道反击节的菜不太好 但是有时候实在是不知道该买什么菜了 这个还有个抛心的 这个给它丢掉吧 粗一点的梗子呢 就给它刀一刀 销成两斑的话 炒起来比较容易熟哦 理好了还剩这些 也够一碗 八块钱一把的价格 在这个季节也还可以接受 然后切一点大蒜 生姜还有昨天没有用完的猪肉 也加一点进去 材料都准备好 之后咱们就起锅烧油 放入猪肉 巴拉巴拉扫出肥油 之后再加生姜和蒜 再来两坨剁椒 这里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要放剁椒呢 用专业的说法来说 几次剁椒进来让菜 看起来红涂涂有辣椒的颜色 但是它却一点都不辣 非常适合不想吃辣 但是又不想让菜前的寡淡的人 不专业的说法 就是这个剁椒 是我前几个月 为了做多椒芋头 专门买的 然后反应对于我来说 它的用途实在太少 都快放过期了 所以最近能放多椒的菜 我都放一点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啊 差不多了就给它加点盐 难得 继续翻炒 把调料翻均匀一点 然后再煎一口水 然后多炒一会 这样炒熟一点 差不多好了 咱们起锅 省起来 省起来 看看看看 这个颜色也还可以吗 我是比较爱吃菜苔的 尝一口看看 看这个味道怎么样啊 吃起来有点咸呢 盐放多了 本来那个剁椒 应该就是比较咸的 然后我又放的 正常的盐的量 翻车了 翻车了 其实这个菜苔还好 就是我盐放多了 本来我还期待 在这个季节 我炒个菜苔上桌之后 会不会一抢而空啊 现在是一个字 尴尬 变成这样 那就当个下饭菜吃吧 那我今天做的这个 炒菜苔 你们觉得怎么样了 家人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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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